今天特别难受 特别是昨天晚上 特别难受 喉咙特别痛 痒然后有痰 接着 昨天怎么样 咳嗽 对咳嗽 我大概知道点 就是说外部的 除了我 因为我现在很怀疑 我是不是 这几天接触的人 太多了是不是 有可能感染 What Oh no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关注点赞 这几天接触的人 太多了是不是 有可能感染 Oh no 但是除除橄榄之外的话 有一些原因的话 我可以知道的是这样的 呃 30号那天 我跟朋友吃饭吃穿菜 但不是特别辣 然后接着抽了三只烟嘛 第二天开始喉咙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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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舒服 然后接着当天 晚上 呃 我当天晚上 我就喝了点啤酒 然后周围有人抽烟 然后那天去的是一个KTV还有一个酒吧 就是那个酒吧很少人 那个工作人员都戴口罩 然后 然后KTV的话就是周围有不少人在抽烟 那第二天喉咙就更痛 所以我不知道是因为烟的原因 还有最近天气热的原因 还是我真的不信被感染了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今天早上 就接着就是我家 啊 我我儿子好像比我早就有点 喉咙有点问题 然后接着现在就是我老婆喉咙也有问题 也有点滴烧 然后我 我小儿子的话前两天有发烧 但现在已经好了 就等于说 我 我 我的 那个老二 老二 中间那个孩子嘛 他 比较早有点咳嗽 然后接着就是 哎 我讲的又是另外一个线索啦 这个好像跟我刚刚讲的 讲的不一样 我刚刚讲的是在他们这个后来 是接触了人和 接触的人多 说话多 然后抽了烟 喝了点酒 然后 他们我那个老二的话 他是比我这个事情更早 就有点点 喉咙有点点问题 然后接着我的小儿子发烧 啊 流鼻水 但是他后来好了 他就 就大概好的时候就是我那天 啊 说抽烟的那天 所以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现在赶紧去CBS做个检测 看看 希望没有事情 就像有事情也早点知道吧 现在到了 现在到了 到了CBS 嗯 我在网上看到了是没有那种 Rapid test 就是马上撤了 之前是有的 今天要看是 Not available 所以我就直接跑过来看看 可不可以 我上回做过一次Rapid 就在这里 就那边有个小房子 对 有个小房子 嗯 现在我停在这个位置上等 嗯 有一个小房子 过来 被我看到了 嗯 嗯 嗯 刚才看到有那个 护士在 看了一下我 嗯 但现在我不知道 啊 我看到这边有个 上一写的是 Please wait in the car until called by nurse from 那如果我光这样停在这里 他怎么打我电话 我没有登记电话 嗯 然后他到处都写的是 No walk in 就是不用进去 然后 Here's a testing only 就这个地方就是测试 然后测试的停车的位置 按理来说我停在这就有人来 嗯 还没有 还没来 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他叫我过去 然后我过去 他跟我讲 他说 还是得预约 预约好了 才能那个 嗯 在这等 然后他说明天是July 4th 就是独立日 明天是没人工作的 然后今天巨踏手 这是已经预定满了 啊 呃 现在是不是反弹很厉害 所以很多人来做测试 或者说旅行的人很多 我我我才是这样嘛 啊 刚刚上 呃 Walgreens 呃 注册登记了一下 那个测试 呃 今天 没有空 就是说今天已经满了 没有预定的位置 然后明天是放假 明天是独立日嘛 放假 也没有 然后 就是后天星期一了 星期一两点多 两点四十五分 因为之前我在CBS 已经 呃 看了是今天 明天都没有空 所以我就直接上 Walgreens 嗯 本来想马上知道一下 是不是有问题 现在没有办法 嗯 希望没问题吧 嗯 漂亮 咖 是啊 对 假